今天有哪几位韩星 在引起你的注意呢 当然大家会说 最近讨论度最高的 就是孔刘加李东旭等等 但是其实 韩国媒体的统计 看到了第一名是普宝剑 在这份名单里面 全志钱排第八 神话的Eric排第五 第三名是Twice 而第一名就是普宝剑了 网络上因此也有一个网红 号称跟普宝剑 有兄弟脸 你觉得像吗 但也因此他受到讨论 浓密的眉毛单眼皮的眼睛 这位韩国男生最近超红 因为怎么看都怎么像 这位韩星 韩国网红金海星 被说和普宝剑有明星兄弟脸 看看两人都有白皙皮肤 还有内双的眼睛 神韵真的有几分相似 不过他会突然爆红 都是因为普宝剑今年人气暴涨 还被韩国媒体统计为 2016年最闪亮的明星 还有我们的出演理由 就算是四倍上升了 就算是白皙皮肤 普宝剑上半年以情回答1988 打开知名度 下半年拍摄云化的月光 人气从此水涨穿高 TWICE则是被列为第三名 不止广告接到手软 还拿下许多音乐大奖 而大前辈全志贤 虽然是闪亮明星排行榜第八名 不过光是广告收入 就能赚台币4亿元 还立名号合演的韩剧片酬 高达11亿 就算后背新秀来势汹汹 但吸金功力依旧强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